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散电计划 散电站失败了 现在据说有一个B计划 听起来好像特别解气一样 侵略者遭遇到了可耻的失败 实际上谈判一直在土耳其进行 昨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消息 是这个泽连斯基说的 任何一种谈判结果都需要得到公投的批准 要通过全民的意志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谈判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 很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协议 而这是他个人扛不动的 必须要全民来承受 大家都同意咱就停战 因为这个停战协议应该是损害到了 乌克兰的国家利益 作为一个抵抗者 他是不愿意 在自己的名字下面 添上这么一笔 那么回回头来看看俄罗斯做了什么 就是从军事上 单纯的从军事上来说 看看他们 有没有可能 得到了一种满足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包括跟朋友们的交流 英国的朋友 还有挪威的朋友 通过交流以后呢 能够得出来一些 就自己感觉到 大致能窥探到的 普京的计划 普京的计划其实很简单 就俩 第一他要占领赫尔松 蒂尼泊河沿岸地区最重要的城市 你可以理解 我们原来看到的所谓静静的顿河 它其实就流向了亚述海 所以它要占领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除了有亚述海 这么一个问题以外 其实还涉及到亚述营 2014年组建了一个 不是政府直辖的武装 就乌克兰政府对它也是很脱腾 这支部队就被围在马里乌波尔 前面我们看到这个 马里乌波尔的撤离人道通道 为什么有一些 类似于像陷阱一样 伸向俄罗斯的所谓的安全通道 就是因为 他要把这些人引入俄罗斯 白俄罗斯境内 然后呢 他要甄别一些 他要抓捕的对象 甚至我们之前看到了 在马里乌波尔出城的道路上 俄军开放人道撤离通道的同时 埋下了地雷 那些地雷都是针对重型装甲的 它不是针对个人的 你作为一个个人 站在上面蹦跨跳 基本上也达不到这种 触发他的这种动能 所以我们看到的 往往都是真实的一个侧面 全景式的东西呢 他不让你看 俄罗斯说的 没有人能听到 西方所谓主流媒体说的呢 这个都是他想让你知道的 所以我们今天 在源自乌克兰的新闻中 相对比较全面的 其实不多 每个人都从自己了解到的侧面 知道了一些东西 但他都不是完整的 那么拼凑起来 基本上 对普京而言 拿到赫尔松 拿到马里乌波尔 基本上 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他只是在巩固 2014年的成果 他在 灭杀 他认为的 骚扰 俄语区 居民的 这些跳着 比如说 亚索英 至于说用闪电站 占领基辅 来迫使 基辅政府 承认 他已经获得了 这些成事 在刺刀下 签订 停战协议书 是他的追求 可以讲 他现在用高频率的轰炸 来摧毁 守军的防线 如果说他 无法区分 平民和 他眼中的 恐怖分子 他就干脆 把他们都杀了 从毛雄 一贯的做法上来看 这是完全有可能 采取的方案 他不在乎 你批评他 你批判他 你说他是罪犯 其实他无所谓 那么我们知道 现在有一些 变化 譬如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当拜登把 普京称为战争罪犯的时候 俄罗斯 只是对外放风 俄美两国正处于断交的边缘 他没有直接断交 俄罗斯 俄罗斯境内 还有很多人在观望 他们认为战争 如果迅速的结束了 那么今天 俄罗斯所遭受到的制裁 有可能都会被取消 直到今天 普京所有的做法 在他眼中 他已经是相当克制了 但他同时也释放出了两个大手 第一个是关于 俄罗斯退出对日二战和平条约的谈判 冻结了 对千岛群岛 有争议领土相关的联合经济计划 这说明他准备掀桌子了 同时他在军事上 其实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动作 就是俄罗斯的战斗机 进入了欧克兰的领空 我们没有看到 波兰来证实这条新闻 其实事情已经发生了 至少有一天多了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说他呢 因为没有人愿意把他 刺激的跳起来 他对日本 宗旨谈判 对波兰开始出现 这个战机越境 都是他准备升级战争的信号 他在欧克兰境内所采取的方式 以及他所遭受的失败 正在让他 预备加重砝码 那么好消息其实也有 这个 欧克兰的议长 昨天宣布 他说 捷克 爱沙尼亚 波兰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爱尔兰 拉图维亚 立陶宛 河南 瑞典 英国和美国 签署了一份 关于升级 欧克兰防空系统 迫切必要性的联合生命 听起来有点 好像帮助 欧克兰打造一个 禁飞区一样 事实上也是 但是这些国家所提供的 防空系统 最先进的应该也就是 俄罗斯的S300 其他都是苏联时代的产物 美国把库存的用于研究的 就是在演习中 把它称为蓝军的装备 就来自于前苏年的 包括秘密采购的一些装备 都拿出来 无偿的援助给了 欧克兰 那么签署这些协议的 从捷克到德国 这一大六国家 原先他们所拥有的 素质装备 因为乌克兰人用得惯 不要重新学习 所以他们也正在 逐渐移交给他们 以打造一个防空网 至少是有效的 虽然不能设立禁飞区 但这也是他们能做的最大的工作 其实这个工作呢 跟之前我们看到的 这个波兰的战斗机 性质是一样的 前东欧国家 包括欧洲有些国家 在苏联解体以后 购买到的这个 苏职防空武器 逐步移交给这个 欧克兰 以便于 欧克兰打造一个 属于自己的防空网 那么美国对 无偿捐赠武器装备的 这些国家 进行一些 这个西方 尤其是美制武器 作为补偿 跟那个F-16 换这个米格-29 性质是一样的 整个我们看到的这一切 都是在非常谨慎的 帮助乌克兰人撑下去 但没有说帮助乌克兰人 打到莫斯科 欧洲和美国 并不想升级战争 作为普京来说 他的目标已经达成 拿到赫尔松 拿到马里乌布尔 其他的对他来说 都是谈判桌上的筹码 至于说他在基辅 有部队被围歼了 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 好像是乌克兰 夺回了几个村庄 这对国与国之间的 交战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去提的 那么西方也不会支持乌克兰 大面积的这个俘获 杀伤俄罗斯的武装 如果说你真把28万人都灭了 或者抓一半进战复营 那普京肯定会破贯的破摔 当他没有足够的兵远 他下一步要动用的就不仅仅是温压弹了 完全有可能是战术核武器 这个对苏军来说 延续了苏军传统的俄军来说 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负担 在二战以后 冷战期间 苏军是唯一一个把战术核武器下放到失一级的国家 就他失一级的作战单位 就可以自行裁量 什么时候释放战术核武器 所以我相信整个世界都不愿意 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现在唯一能挑动普京神经的 是他在欧凯兰境内遭遇重大的人员伤亡 城市可以说 他今天包围的城市几乎没有 他真的需要的 赫尔松他已经拿到手上了 马里乌布尔基本上也被他哄平了 其他城市对他来说 没有多大的意义 他的战术目标几乎已经达成 他现在要消灭的就是 亚索营这么一支 在他通缉名单中 排所谓的恐怖主义武装 再把这支武装消灭 他针对乌克兰入侵的前期目标 就已经达成了 如果欧洲和美国 没有过于热情的支援武器 然后让他遭受不可忍受的损失 实际上战火就仅限于乌克兰 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变数 就是习胖会不会打台湾 如果习胖在这个阶段插上一脚 这就会使国际局势变得更为复杂 如果短时间内 习胖没有这么大的动作 这件事 有可能 就始终在规则之内运行 在乌克兰打 不超出乌克兰 打打停停 打打谈谈 包括即便签的协议 举行的公投 其实也只是一个 有限度的停战 而不会是 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引起的连锁反应的结束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